近日 网络上一段双胞胎姐妹首次见面相拥喜气的暖心视频打动了不少的网友 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这对来自中国的双胞胎姐妹很小就被两个不同的美国家庭领养 从此天各一方 甚至是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直到去年的12月 已经10岁的两人有了对方的消息 当地时间的10号 这对双胞胎小姐妹终于得以重逢 两个小姐妹紧紧地抱在一起 泪流满面 这就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奥德利多林和格拉西雷恩斯伯里 10号 两人在早安美国节目上终于相见了 而这时 两人都已经10岁了 奥德利说 再见到另一个自己之前 自己感到生命的一部分缺失了 现在终于完整了 格拉西则连连表示 自己实在太激动 太开心了 当年刚出生不久的两姐妹分别被不同的美国家庭领养 奥德利住在威斯康辛州 格拉西住在华盛顿州 两人相隔1500英里 原本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对方的存在 直到去年的12月 奥德利说 希望有个妹妹或姐姐一起过圣诞节 而她母亲詹妮弗却在当年领养广告的报纸上 意外发现了另一名和她长得很像的女孩 经过不断追根寻底 他们最终找到并联系到了领养格拉西的家庭 在会面之后 两个女孩一起疯完了一天 他们发现彼此声音和特殊习惯也很像 他们都爱惊吓鸽子 他们吃东西时都会弄得很乱 上完节目一起去吃煎饼时 脸上都弄满了巧克力 看起床的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